有的时候 人走上了怎样的路 真是身不由己 只是因为局势的险恶 还有那强大的敌人 都在后面 一步一步地应对着你啊 明白了 这么多年 姐姐却原来有这么多 不如意的地方 启禀娘娘 见武才人 便与见本宫并无二致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此密函 乃是李义府大人送来的 退下吧 是 姐姐 你为何不看一看就直接烧掉了 这李义府乃出身贫贱之大臣 好不容易靠着自己的义己才学 争取到了现在这个地位 可是呢 却因为出身贫贱 仕途 仕途停滞不前 所以现在啊 四处巴结别人 找别人做依靠 嫔妃在这宫中啊 若想要有立足之地 确实需要有势力的大臣作为支持 可现在朝堂之上 可现在朝堂之上 放眼望去 都是一些出身高贵的士族子弟在当家 我呢 又何必在意此人 妹妹怎么了 怎么恍神了呢 没什么 只是忽然觉得 不知不觉间 如今的你我 已经不是刚进宫时的虚惠 和如意了 是啊 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我都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你我了 对了 妹妹可有将离宫之后的事情 告诉别人 这件事情的真相 除了淑于姐姐 便是芮安了 不过 我信得过她 不过 芮安的真真自然可信 不过她少年轻 恐怕一时不查 便将你的事泄露了出去 妹妹 妹妹可是还要盯紧了些啊 姐姐说得是 启禀殿下 太子妃萧良娣 准备好了宵夜 在等着殿下 您看 就说本宫有政务要处理 需得晚一些回去 让他们早点歇息吧 是 你们都先回去吧 本宫想独自走走 是 是 这个款式的烛台 在我们韩香殿 只剩下这两个了 过去是在陈结瑜的屋里 多谢吴公公 既然武才人需要 那咱家 当然是一定会送过来的 能为武才人效力 这吴公公 之前 我早就求她把烛台拿来一关 她总是百般推托 不愿答应 现在我一提姐姐 她就屁垫屁垫地 把烛台给送来了 瑞恩 你还得查过娘的死 姐姐曾经说过 闻娘屋里 刻着她名字的烛台失踪 多半跟凶手有关 我也越来越觉得 那个烛台 就是杀死她的凶器 凶手拿走烛台 也许会扔掉 也许会掩埋 但也会有那么一丝可能 会随手放在身盘 所以 这些年来 我在宫里只要看到这样的烛台 就会拿过来 看看底座 有没有闻娘的名字 这样的烛台 这样的烛台在宫里可不少 有成千上万吧 你这样 岂不是大海捞针吗 就算真有一万个这样的烛台 我每天看上两个 十四年的时间 宫里所有的烛台 我也就检查完毕了 我不想放弃 我一定要找到凶手 为闻娘报仇 对了 芮安 我今日去见了徐姐姐 姐姐觉得 现在的徐姐姐怎样 是吗 徐姐姐是有一些变化的 可是 她也跟我解释了 说她那个时候 刚登上贤妃之位 看似风光 其实 却是孤里无缘的 她形势很辣 却是有她不得已的苦衷 也许吧 姐姐 你会信任徐贤妃吗 时至今日 我在这宫里的朋友 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不想情义去怀疑 甚至是放弃任何一个 特别是像徐姐姐这样 曾经不止一次 豁出性命救我的 结义金来 你放心吧 芮安 若是真的 有人想要对我不利 我会有感觉的 只要姐姐能够提防 芮安 你就放心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姐 怎么了 父亲大人 鹤里山一战 我军击破安炎援军 降服敌方主帅柳薄言 可谓是大盛 为何您却愁眉不展呢 什么大盛 惨胜罢了 根本就没有击垮敌人 还连累得陛下中了毒箭 得不偿失啊 陛下伤情如何 太医们为陛下伤口 轻疮拔毒 已经好了许多 父亲大人 还有一件事 颇有些古怪 说 那个五妹娘 居然又被陛下接回宫了 她离开宫之后去了哪儿 陛下怎么又把她召回来了呢 陛下昭告上写的是 此女自离开宫以后 一直在洛阳片殿自省其过 在陛下出征时 也坚持日夜诵读经文 护佑陛下的平安 陛下赶其真心悔过 便将其接了回来 勉强自圆其说罢了 父亲大人 无论这个五妹娘 是当年的一席失踪 还是如今的忽然归来 都显然与陛下的天坦维护 脱不了干系 莫非陛下对此女动了真情 如今这五妹娘和陛下的关系 又亲近了许多 父亲您说 陛下这次 会不会动了丽妃的心思呢 如今后庭可就一味贤妃 拭目以待 静观以后的发展吧 启离娘娘 陛下来了 宣娘娘赴锦乐宫花园命圣 知道了 退下吧 是 闻娘 闻娘啊 这就是宿命吧 五妹娘于我而言 终究是分不开 躲不掉的 可这么多年来 我将这后庭 搭理得井然有序 就连当年的长孙皇后 也不过如此吧 你说 这陛下 会不会回心转意 会不会改变她的心思呢 这锦乐宫花园 朕以前来过 不是这般模样 新人自然有新气象 这花园 着实花了臣妾一番心思 倘若陛下早两个月回来 这花园中还有七种花卉 尚未布置完毕呢 可是在朕的印象里 你对花卉之道 并不是那么热衷啊 可臣妾知道 陛下喜欢赏花 尤其是九赏和檀赏 赏花之道 一人得神 两人得趣 臣妾苦心经营这花园 其实也是有着小小的私心 希望陛下 能常来这锦乐宫走动 与臣妾 一起共享赏花之乐 好啊 朕以后 就常在这儿走动走动 不知陛下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这些年来 你独自一人搭理着后庭 实在是太辛苦了 为了陛下 臣妾不辛苦 后庭诸事琐碎繁杂 一个人精力有限 怎么过得过来呢 朕有意 让我媚娘来帮你 让她协助你搭理后庭 怎么样 徐慧求之不得 朕就知道 你跟媚娘情同姐妹 听到这事一定很高兴 臣妾明日便去清明宫 与媚娘商议 臣妾也会告知众人 此后凡后宫事宜 皆有媚娘 与我共同打理 徐慧啊 自你入宫以来 朕就知道 你善解人意 明拜朕的心思 陛下 是时候去御厨房了 嗯 等忙完这段 有空朕过来 不管是赏花 还是练字复诗 陪你一整天 早点歇息吧 恭送陛下 免礼 一架御书房 晚安 媚娘 莫要怪我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你不该回来 来人 去清宁宫搜集太监瑞安的字迹 本宫需要寄封 以其自己写的信 是 陛下 这房玄陵大人的奏书 要怎么回啊 嗯 这么行 从来君臣相遇 何异相得者有之 但未必能如你我这般投契 总之 咱们便做个 千古君臣知遇榜样 令天下后世 亲目垂涎已 你 完了 嗯 下一个 河东道旱灾 河中府长使陈国栋 奏请临坟 镇平 吉昌三县 开棺仓 镇灾安眠 准了 是 坏了 怎么了 朱砂洒到作折上了 这位陈大人会不会误会 以为是血啊 那就不太好了 哼 这怎么办啊 你还别说 这个陈国栋 胆子不大 且心思细腻 这说不定他就多想了 不计句解释一下 是 不计句解释一下 嗯 此典 乃朕 基岸上所污 是 恐如恐惧 特遇 好 启离陛下 开元通宝新筑的模子 已经筑成了 请陛下过目 好 放下吧 这是筑前的模子啊 这个是个稀罕母 我才能小心 陛下 请受奴才惊扰之罪 只不过这模子 是用蜡制成 现在天气炎热 恐怕受不了武才人 指甲一类 硬物的刻滑 坏了 怎么了 真看看 陛下 果然 你的指甲印 刻在上面了 倒也不难看 仰如弯月 是 陛下 那这筑前的模子 是不是就这样给毁了 陛下媚娘老是这样冒冒事事的 还请陛下责罚 不用担心 大不了 让他们再做一个就行了 朕看过了 拿回去吧 是 是 行 下一本 是 浴室间查洛君上奏 说高阳公主与长安城惠昌寺的住持编 编辑 怎么了 编辑 陛下 这惠昌寺的住持编辑 乃是长安城里面有名的高僧 也是玄奏法师的高徒 高阳公主常常与她来往 多半 多半是因为西木佛法吧 陆军是跟了朕一辈子的老臣 在此公主失德的大事上 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敢贸然上奏 谁会拿自己一辈子的明解 和身家姓名说笑 其实 朕前几日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这个汴姬人称玉僧 想必是有一副好皮呢 陛下 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毕竟陛下 已经多年没有陪伴在高阳公主身判了 公主又值青春年华 纵然 行为上有一些失当 也是情有可原的 罢了 朕对此事也有责任 高阳这丫头也惯了 该找个婆家管束管束她了 朕记得 房相的小儿子房仪爱 尚未婚娶 九哥 九哥 高阳 怎么了 父皇突然下旨 说要嫁我嫁给房仪爱 九哥 你替我劝劝父皇好不好 高阳不想嫁 父皇设旨都已经下了 现在怎么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呢 而且高阳 你确实不应该再跟那边际河上来往了 你也不肯帮我 父皇心意已决 九哥 真的无能为力 你根本就不是无能为力 你就是胆小 你怕惹父皇生气 既然你们都不管我的死活 那 那我就不活了 高阳 高阳 好 如安 这是从辽东进过来的雪深 正可去除徐姐姐 累积多年的寒气 如安 替我送去锦乐宫 是 姐姐可知道 就在昨夜 锦乐宫里有一个宫女 被杖刺而死 不知道 为什么 死的是什么人 是一个叫阿黎的宫女 具体是什么原因谁都不知道 姐姐 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不用了 我不想知道 是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 查理 她似乎很怕你 怕我 她怕我什么呀 也不怕你 你 要不要她 我 規禀娘娘 事情都办好了 那瑞安房里 有许多封写给闻娘的信 其字迹很好模仿 以及字迹写成的密函 已经发给朝中的诸位大人了 如此甚好 想必那大象师袁天罡 现在应该已经快到长安了吧 明日便是李淳风的忌日 那袁天罡每年此时 都会来长安祭拜徒弟 想来今年也不会错过 娘娘是要与那袁天罡见面吗 虚切要见他的人不是我 我只要提醒某人 上海有一个袁天罡可以用 此便足矣 公公 小心一点 公公 您别这样 您也不能淡淡共青 你们小心一点 你们不许过来啊 也不许说话 再过来我就跳进去 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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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这样 公公公 回来 公公公 回来 你别忘了 小心一点 父皇呢 我要见父皇 公主 你这般样子见陛下 恐怕不太好吧 是啊 是啊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今天见不到父皇 若出了什么事 全是你逼的 不不不 公主 还不快去禀报陛下 是 公主 快回来公主 小心点公主 公主 快回来公主 快 快去禀报陛下 是 快 快去的 武才人 别笑陛下 陛下一来 他便真会跳 武才人 武才人 你们都退下吧 有我在这儿 陪着公主殿下就可以了 武才人 若是我等走了 公主要是落水 不会的 别担心 没有人在的时候 公主殿下 就更不会往下跳了 出了什么事 我担着 大家都退下吧 那就 有劳武才人了 走 你们怎么走了 你们都回来 不过没让你们走 好 你是不是以为 我真不敢往下跳啊 我跳了 我真跳了 我 有几件事情 我想告诉公主殿下 第一 我可是个旱鸭子 我啊 可是一点都不会有水的 这第二嘛 听说这净出池底 有很多顽石 暗流 这要是不会有水的人掉下去 恐怕要两到三天 才会被打捞上来呢 第三 我听说这池底 有好多孤魂野鬼 但就我所知啊 至少有两人以上 长命于此池中 而且听说 死状 甚至恐怖 高阳公主 你听听看 是不是很可怕 微臣拜见陛下 行了 免礼 是 平身 房相的身子骨 好像比朕离开长安时 又差了许多 回陛下 老臣身子骨啊 确实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可不是吗 咱们都老了 之奴 快去扶房相坐下 遵旨 谢陛下 夫妻 你也坐 好 谢陛下 至此坚果 有劳你二位劳心费神哪 智奴谢过二位仆业 辅佐教会之功 殿下 殿下 今日 赵二位爱卿来 朕 是为了太子 至奴坚果主政以来 至奴坚果主政以来 朕想知道他表现如何 回陛下 回陛下 太子殿下年纪尚轻 经验上 事有些不足 不过 不过微臣从旁 从旁仔细观察 他心思缜密 做事严谨 有时啊 跟我们俩 意见相左的时候 他还会用 唯未旧诏之法 进行化解 和满朝的文武大臣 也从来没有正面冲突过 众臣交口称赞 美玉好评如潮啊 这般年纪 能做成这样 实属不易 可是 这隋境的手段用多了 虽然赢得了人心 坐稳了储君之位 但会让有些人小瞧了他 这放在将来 说不定就是 生事的祸根啊 陛下 过些时日 太子年纪渐长 行事方法 就会渐渐地强硬啊 但愿如此 总的来说 太子之国 丹精竭虑 颇有当年 您的风范啊 这一点也出乎老臣的意料 长孙大人 真是为陛下 找了一位难得的处理 他以后的路还很长 还得有劳你们二位 多多指教啊 在座的诸位大人 包括家父 近日来都收到了内容相同的一份密函 不知大家 对此有何看法 密函所言 可是真花 我已派人查过 密函内容 足有八成可信 只是 尚未查出是何人寄出 但是能够确定 密函来自宫里 哎 真是便好啊 老夫不在乎 这密函是如何从宫中传出的 无非是女眷们整风吃醋 关键是这个五妹娘 身为皇族女眷 随军出征已经犯了高祖皇帝留下的规矩 如今她还干政参与谋划军事 但这一条便该杀 张孙大人 我关隆士族以您马首示战 您拿个主意吧 该如何应对啊 此女 万万不可留在宫中 会出事 会出大事啊 还是 杀了她 对啊 该杀了该杀 老夫及格回府 准备奏章启奏陛下 对这当干政妄为的女子 一刻也不能量陛下之而互快 今凭随军干政 是杀不了五妹娘的 陛下立马会找出诸多的理由 去反驳你们 要想杀她 必须要有更大的事 比如 江山射近 女主武士谣言 老爷 近日长安城 忽然出现传言 说是大象师袁天罡 已入长安 正在西市涉滩看象 现在西市已涌入很多百姓 都是想一睹大象师真容的 下去吧 是 袁天罡今日 是要来长安 他是为他的弟子李淳风 前来祭奠的 是父皇派你来劝王的摄山 我的爸 谁那么笨呢 你我素未谋面 派我来劝你嫁人 可不是个好主意 就像你要当着 你父皇的面跳糊 已是决绝一样 可是你父皇 怎么会因此而 收回成命呢 那我要怎么办嘛 我根本就不认识 什么房依爱 我不想嫁给他 你是一个首富道 讲礼数的人吗 当然不是了 若是的话 我有体会倾心于 一个和尚 我现在只恨自己 不是男儿身 若我身为男子 边际就算是什么 道姑啊 尼姑 还不照样 被我娶进宫来 我都找这么麻烦 那不就行了 既然这样 嫁与不嫁有什么区别 依我看呢 就算是你嫁了人 也会千方百计 也不顾一切地跟这个 汴姬和尚相会的 有一些事情呢 不能做得太过了 差不多就行了 你还想怎么样 还想让这个汴姬和尚 非要把你明媒正取了 你才甘心哪 看来 你还真不是父皇派来的 看来你也没有自己说的 那么离经叛道 你还真是父皇 这么说 我是一定得嫁给方衣爱了 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虽然不通文目 但是勇武精壮 也是这沙场里面 一等一的汉匠 听说是长安城里 爱慕她的姑娘 可多着呢 昔夜 五妹娘 你果然很有趣嘛 只不过 等我离开皇宫 嫁进房府 我就不能经常见到你了 徒弟啊 为师来看你了 若有来世呢 只怕你莫在如此执着 能看淡一些东西 自己啊 活得自在点 也让我这糟老头子 不再为你难过 长孙大人 小老儿来长安只是想给徒弟上个坟 就不能放小老儿一条生路吗 袁先生 您言重了 在下只是景仰先生的大能 今日有缘得以相见 甚是荣幸 长孙大人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先生不必如此多虑 在下只是想请先生明日进宫 给陛下沾上一挂 小老儿要是不从呢 袁先生 在下是当今的仆业 而处事为人还要讲些体面 只要您不违背国法 无论做什么事 走到哪儿 都可以随心自由 我就是一介凡夫 能对您怎么样呢 您还是先从不过开始讲吧 不 您好 即使 您的爱徒 您的爱徒 李大人 他是一个清官 他死后 他的家人一度生计艰难 还是老臣略尽绵薄之力 才改善了一家人的生计 我想袁先生 也希望爱徒的家人 能够继续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吧 我们这门的修炼之法 过了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之后 便可开始炼神反虚 最后可达太上忘情 以反先天之境 可是人非草木 要想忘情 实在是难哪